按照選發法的規定 許醫區劃分必須要按照行政區域人口分佈 還有地理環境 甚至於交通狀況或者是歷史源源來劃分 我想因為許醫區的發分 當然它不僅是代表說 我們這個地方雲地到中央的反應 尤其也是要 合乎我們地方本身先有的特殊條件 所以我想今天這個場合 我真的只是很訊息 而且我很認真來提取大家的意見 然後這個意見之後 當然還是要經過我們選委會的 還有各位委員 根據大家的意見來做一個比較客觀 而且中和性的一個最後的定案 你當初為什麼要這樣定 那你中選會為什麼把要問題留在以後 今天講真的 這個公聽會都是不應該辦理的 你如果把標準定下來 這樣子就是這樣子 我們新竹線其實增加一期就是增加一期 還有什麼公聽會 就是你們有模擬兩可 當初我看到我們民進出給我的公文 說你們中選會要以第四屆為基準 那時候我就很納夢 那你說不以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 第五屆第六屆 為什麼一定要挑個第四屆呢 如果以第四屆新竹線是沒有增加的喔 所以說你現在 在中央來講民進黨又是多數 他有沒有人把你中選會的第七屆基準推翻掉 再以他的第四屆呢 你也不知道 那今天你還要我們把這個案子進到立法院去 去那個兩席的這個 這個問題還要讓立委去通過 那你 第一個 不知道有沒有兩席 第二個 立法院你不知道說不知道會不會過 那你今天來也沒有意義了 你來也沒有意義了 有這麼多的高官在上面怎麼會不 不理解喔 所以 我也是覺得我講完為什麼要離開 因為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個標題的邏輯就不對 因為 一定有先兩席 我們才要討論這個發分 如果連這個都沒有的話呢 如果立委 還要決定的話我相信 我全系出現已經很分開 我們也會在這個月的職位會裡面 我們就直接建議黨中央要支持 我們中選會提出來的一個方案 那是我們民進黨黨部的立場 謝謝